臺灣申請加入CPTPP 行政院的經貿辦認為成功機率很高 日本會幫大忙 但日財交流協會的首席副代表 就提醒了這個說法太樂觀 臺灣的入會難度很高 國發會主委公民現在今天就表示 日方的發言是好意 鼓勵臺灣可以更努力和會員國 來進行雙邊恰賞 上個月中國和臺灣先後申請加入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 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 總談判代表鄧振中表示 臺灣成功機率很高 日本會幫大忙 但日本臺灣交流協會首席副代表 新野光明十八號卻表示 目前主動表態支持臺灣的會員國 並不多 鄧振中過於樂觀 臺灣入會難度極高 潑了冷水 非常非常感謝日本在第一時間 就朝野各黨就表達歡迎臺灣來加入 這個對臺灣是非常重要 當然不會是一個容易的事情 但是我們希望臺灣用最大的努力 來爭取來加入 他說事實上他派出到臺灣來 最主要的工作 現在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協助臺灣加入CPTPP 那我想他也是好意就是說 我們在面對加入CPTPP的時候 可以更主動積極跟各會員國來做雙邊的 洽談洽商 我想他應該的用意是這個樣子 因為這是屬於個人的這個相關的這個評論 所以我這邊沒有進一步的一個進一步的這個評論 至於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7號考察福島核電廠後表示 福島核廢水排海計畫至關重要 不能推遲 引發中國和韓國抗議 外界關注 我方是否會向日本抗議 王美花強調政府會用科學證據表達意見 我們政府也會用相關的科學的這個依據 來跟日本做交談 我們會有相關的單位會表達相關的意見 未來是否可能開放福島五線市農產品進口 王美花說日本食品本來就是日本會關切的議題 我方非常感謝日本在第一時間歡迎台灣加入CPTPP 後續與各國談判時會再與各國諮商 記者您謝謝鄭林 陳昌委 陳立峰台北報導